台湾海洋向前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谈的是 台湾最严重的海洋问题之一 是我们的海洋污染 那我们今天的协同主持人是 环保署水保署的 叶俊宏叶处长 叶主张请 好 谈到海洋庇气物 一定不能漏掉是 台南黄金海岸的 羽越养殖所产生的垃圾 那这个我就就近成成大水公所的 高瑞吉高博士来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好 谢谢 事实上台湾海域的垃圾 一直是 长年以来都是一直存在的 那这个存在的主要的原因 是过去我们的海岸地区是管制的 那管制就很 渐少有人员到那边去 那么 几十年来 各像盛工所或者是 为了解决垃圾去出问题 往往在那边就开始堆积 陈大水公所最近几年 帮我们经济部水利署做了一个 海岸环境营造 整体的海岸我们巡视了幾遍以后 发现有一些这些海岸地区堆积的垃圾厂 他们已经 经过了这几年 環保署成立几年的那这种 富裕以后啊 有相当的显著改善 可是仍然有一些地区 受到因为海岸侵蚀的作用 这些垃圾又被带出来了 那刚刚我们处长提到的是 这些养殖的问题 事实上啊 漁业经济 漁业经济里面的养额科 这是我们台湾在漁业经济里面 非常的一个大宗 相当高的百分比 也为我们的漁业呢 带来了相当高的风口的收入 可是在这个 这个养殖的过程中 因为养殖技术 必须要去克服的就是 这需要应用到这些福台 这些福台呢 一般都是用竹子 或者是用保利笼 的方式来做他的那种养殖的这些福台 那经过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台湾在西南季风期呢 有很多的 有经常会有台风的经过 那台风经过了以后呢 就往往将这些福台呢 就把它打碎了 那碎了以后 自然而然就将这些 蚵仔架 就是足够蚵仔架 或者是这些保利笼的福台呢 就带到岸边来 那如果说再加上 台风期间如果有洪水 好大雨的发生的话 那山区的这些浮沫 漂流沫 就一起就 再也一起跟着这些洪水呢 带到海边来 那因此在这种 这种叠加效应之下 整个海域的 垃圾的污染呢 就更为严重 我想 这个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 必须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一个严重的海洋污染的问题 那最基本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 这种养殖的 渔业经济 既然不可偏会之下 我们应该是研发一个更具有 更具有耐久性 可以使用性的方式 来解决 我想这部分 应该是我们应该 政府机关跟学界 或者是 产业界呢 应该一起来努力 那另外一个 如果是属于一般的垃圾的话 当然我们四周海岸呢 有过去几十年前 因为那种 环境 那种 环境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说 应该重新来盘点 如何来 重新来 将这些过去的垃圾场 来把它做一些 恢复 或者是来把它做一些 处理 做废弃物处理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民众的生活习性 很多的污染是来自于排水 或者是河川 它顺着这些一直 排到最低 最下游就是海岸边 那这些习性的很多的 塑胶带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 塑胶 塑胶瓶 这些东西 我举一个实际例子 成功大学有一个叫做 金屯研究中心 这个研究中心是全世界很特殊的一个研究中心 它专门在抢救 鲸鱼或海豚搁浅的事件 那有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在抢救的过程中 我们竟然发现说 很多死亡的这些 鲸鱼或者是海豚 它们的器官 或者是它们的瘴器 里面都有相当多的垃圾袋 显然说 它会在我们台湾海域来搁浅 表示说我们台湾海域是它的活动的范围 可是在它的食物里面 竟然有这么多的一个塑胶垃圾的这种食物 所以我想我们民众的习性 如何再来强化来教育 那先倒 这个也应该是一个 应该列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好 好 谢谢高教授 那张教授这边 是 是不是也补充 其实海洋垃圾的来的 来的这个种类非常多 包括像刚刚卡老师 跳一些这个 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垃圾塑胶带 或者是说宝特瓶等等 或者银水瓶 那实际上还有很多 现在比较微粒 微颗粒的东西 包括一些美容用品 这些在全世界现在的量也都蛮多的 尤其它的颗粒比较小 所以很多 很多这个 鱼类这种生物 它可能会塞在它的塞上面 造成生物的这个危害 那另外对我们台湾来说 因为台湾附近的鱼业很发达 那这个鱼业的 这个作业 它很多这个废弃的鱼网 或者说一些流刺网等等 那它有时候就是损坏在 它就 就抛在海里面 所以也造成蛮多 像我们有时候做海洋观测的时候 我们的仪器 要去收放仪器的时候 发现 收起来仪器上面挂了很多鱼网 被它干扰这些的 那我印象里面 我们的垃圾比较 比较严重还在金门这个地方 靠大陆对岸 就是大陆对岸的这个厦门 在夏龙湾那边 大家知道那边人口密度非常高 而且它在福建西南沿海的这个都市 人口也非常多 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 很多的垃圾就飘到 飘到金门那边 所以有时候整个的航道都被塞满了垃圾 那甚至有些垃圾会飘到 经过台湾海峡飘到澎湖等等 那甚至台湾洋海有时候 也收到一些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是大陆上那边 飘过来的垃圾 所以这个垃圾是一个 海洋垃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因为随着风跟洋流 海流把它带动 所以它有时候就影响到我们 虽然不是我们 我们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垃圾 可能量也是有限 但是 因为整个的有一些近外来的一些垃圾 所以造成蛮多的这个 对环境的影响 对海洋生物也造成一些危害 那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说 政府将来看看想办法 能不能跟 国际上一些相关的附近的一些团体 或者国家能够做一些合作 大家能够尽量把这个 像刚刚出场提到说 很多污染源能够把 尽量把量能够减少能够控制 这样的话 可能可以让我们海洋的垃圾 能够慢慢的 不会增加那么快 事实上这个垃圾是只会增加 但是好在是说 我们现在 署里面 署长这边有带动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能够尽量去 定期去鼓励大家做一些 海岸的垃圾的清理 甚至海底垃圾的清理 我觉得这个部分 等一下请署长来跟大家说明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 未来的海岸的环境 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 好 那松武署长 好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着张老师这个话题 其实刚刚老师提到说 我们国内来讲 过去来讲 在海岸来讲 有一些也蛮一长 那刚刚张老师也提到 就是说也有大陆来的 那我大概跟大陆好朋友来 报告一下 环保署从成立以来 推动一个工队就是净滩 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我们的海滩海岸线很长 那环保署曾经调查过 我们所需要净滩的 不是所有的海岸线 才有一千多公里 那在一千多公里里面所需要净滩的 这个公里数很长 那所以说 在过去来讲 人力永远是不够的 所以说 在近几年 环保署都在推动 所谓的企业来能够任养 那大部分差不多有三百多个 前国 相当一百零一百零五年才有三百多个 当然来任养这个海滩 那任养公里数差不多在四百 才有四百五十公里左右 当然就是在这个上下 那你还想想看 还有将近一半以上海滩都没有人在任养 那这些怎么办 倒是靠我们 这个 各 环保机关 或是各位团体 像黑草基金会 他都有在参加我们的净滩的 这个活动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在净滩一年里面净了滩 垃圾来讲 一年才有三千多公顿来讲 那 所有的垃圾里面 有六成以上是塑胶 六成以上塑胶 那其他大部分 就是还有一些像瓶瓶罐罐之类的 甚至金属还有烟蒂 你会想不到 我去年参加我们环保署 在台北县的一个净滩里面 我们当天净滩 发现里面最多的 竟然是什么你知道吗 浮标 钓鱼那个浮标 我们那个浮标一记 那就是数量很多 那烟蒂也非常多 那我在想说 是不是净烟了 怎么还有那么多烟蒂在海滩上 那这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现象发现 我们就会想到说 是不是民众的一些动作 一些行为 让我们可以改变呢 那海滩上发现了一些吸管 浮标 那这些垃圾很显然都是民众带气的 就是民众在 可能是休闲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这些垃圾来讲 可能都是休闲带来的 那刚刚张老师有提到说 从大陆来的 像马祖金门 大陆来的每年将近几百吨 几百吨的这垃圾 从大陆这个沿海 因为它这个 跟我们过去一样 我们过去我们的河川里的垃圾 垃圾有大以后会飘出来 这些垃圾都会飘浮在 这个河川上 然后跟着到大海 那造成 尤其 尤其是我们冬天 东北金门一来的时候 我们在金门也好 马祖也好 沿岸 其实只要是有湾的地方 有湾澳的地方 他就会把垃圾 这个 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 真是两个环保局 不管是 同仁也好 动员民众也好 那个亲不胜亲 永远都亲不完 那在 这个部分 当然 刚刚张老师也提到说 是不是透过这个协商 当然我们现在 在跟大陆上也需要 最初部分的赶快去协商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然的话 这个问题永远存在 那当然 他有部分飘到我们 这个 金门马祖来 但也有部分 一定是飘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相信在 海洋中 也会找到 这个 他们的垃圾 所以说我是认为 这也是国际的问题 那再来 我要提到就是说 处长在 今年开始在推这个 海底垃圾 这是很好的做法 那当里面 在海底垃圾里面 大部分 从 我从这个 台南的这个 垃圾看 有百分之六成 都是渔记跟尼龙 这个部分 以后的 对一夜的 先导是很非常重要的 这个部分 当然 处长也在推这个活动 他可以 给30秒 给处长再去 把它更收了更好 30秒钟 让我来为 现在做结尾 其实我们在 镜摊上看到垃圾 可能不是真正 我们丢到海里面垃圾的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是我们看不到 就像讲的 海底下的垃圾 那 除了海底下垃圾以外 我们的环保署 又对 我们的垃圾政策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像这些重要的问题 待会儿 我们就让处长一一被我们逼出来 待会儿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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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